往往外表质朴的食物味道却非常好 今天来做一份柠檬马德林 一颗柠檬刨下黄色纳层皮 不要刨到白色的 然后挤出柠檬汁 做一份柠檬马德林只需要一点柠檬汁 剩下的你可以自己喝掉或者是做别的东西 柠檬汁的用途还是挺多的 盆里打入一个全蛋 加入砂糖、柠檬皮 和柠檬汁 搅拌均匀 低筋面粉和泡打粉混合过筛加入 稍微打圈的把面粉整理下 划Z次搅拌到没有干粉 黄油加热融化 倒入面糊 搅拌均匀 收拾下边缘的面糊 封好保鲜膜冷藏至少一个小时 冷藏好的面糊取出装入裱花袋备用 模具里抹薄薄一层黄油 涂抹均匀一些 然后筛上面粉 搂掉多余的面粉 挤入面糊 面糊挤到大约8分满 刚烤好的柠檬马德宁是最好吃的时候 外脆内软 有浓浓的柠檬香味和奶香味 配咖啡和茶都是特别棒的点心 也